他擁有神性般的天賦 飄麗的裘風與出神入化的反手 他是魚潭歷史上首位大滿貫選手 傑傲不遜的個性 極盡完美的天才 他是 陶菲克 嗨 大家好 這裡是Tip up 我是老柯 影片開始前 喜歡這類型影片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喔 陶菲克1981年出生於印尼西爪哇 仍稱仙治國的萬龍 陶菲克在這景色秀麗 親近優雅的城市中長大 父母則是在當地種植蔬菜的農民 陶菲克從小就相當具有運動細胞 當時他最喜歡的運動是足球 時常一天到晚的都在外面踢球 但家人總覺得孩子成天踢球沒什麼前途 加上陶菲克的個性 三不五時的就跟別人打了起來 陶菲克回憶當時是爸爸叫他改打羽毛球的 爸爸當時對著他說 我知道你比較喜歡足球 但你想要打出點什麼名堂來的話 你就該選羽毛球 我們印尼羽毛球是世界級的 如果贏了比賽也會有獎金可以拿 在經過一陣討論之下 家人便把他送往了離家40公里遠的萬龍SGS俱樂部 讓到17歲的陶菲克開始接受羽球訓練 交友曾經是印尼國手的蘇米拉特教練來為他進行指導 教練很快的就在陶菲克身上看見了無窮的潛力 並相當看好他的未來 小小陶菲克也就這麼開始了 每天早上搭長達40公里的車程到學校 白天上課下午訓練 晚上再搭40公里的車程回家 到家都已經是晚上8點之後 陶菲克回想當時晚上在家學習時 常常看書看著看著就睡著了 當時這生活真的是有夠累 這種奔波的日子一過就是好幾年 所幸陶菲克的努力並沒有白費 在他10歲的時候 不管是移動的速度還是擊球的力道 已經遠遠超越了童年凌晨的其他選手 為了能取得更好的成績 陶菲克開始了在萬龍市區技術的生活 且轉往了就圖市區運動專場的花園中學 經濟方面 陶菲克也在索羅斯的一次比賽裡 嘗到了冠軍的滋味 除了獲勝的榮耀與獎金 就連考試都被特許在圖書館裡應考 這些美好的感受 讓他更有動力在羽球上面尋求進步 他清楚記得爸爸對他說的 只要打出好的成績來 名利也會隨之而來 陶菲克堅信 羽球就是他這輩子唯一的道路了 他神性般的天分與努力不懈的性格 加上蘇米拉特教練細心的指導之下 在陶菲克年僅15歲時被陸選進了國家隊 就這麼闖進了國際職業賽事 面對來自世界各國的頂尖選手 陶菲克在這傳裡提到他的啟蒙教練時說到 蘇米拉特並不是一個只會指上彈兵的教練 他會親自下場並打出威力十足的進攻 怕得球路刁鑽且帶有欺騙性 如今這也成了我拿手的進攻武器 是他造就了今天的我 開始進入國際賽的陶菲克 先是在隔年拿下亞洲新少年羽球錦標賽冠軍 98年時拿下文來公開賽南丹冠軍 來到99年17歲的陶菲克開始席捲雨潭 在3月份的全英羽球公開賽上 陶菲克以黑馬之之 從32強開始一路以直若二的結果 先後擊敗陳鋒拉森等人 進入到最後決賽對上當時世界第一的蓋德 蓋德率先拿下首局後 第二局陶菲克扳回 在激烈的決勝局 最終由蓋德15比10拿下勝利 雖然陶菲克沒能奪怪 但這17歲孩子的表現 以及讓外界不得不開始注意 這個來自印尼的羽球天才 在同年8月份的新加坡公開賽上 陶菲克與半決賽再次對上彼得蓋德 這次陶菲克在纏鬥三局後 以15比10順利復仇成功 進入到決賽對上同為印尼的阿爾比才落敗 9月回到國家的印尼公開賽上 陶菲克展現完全的載制力 皆以直若二完勝的結果 拿下了印尼公開賽冠軍 時間來到隔年 2000年的雪梨奧運年 當時18歲的陶菲克 這一年的他向外界展示了 他去年的表現並不是運氣好 儘管他還很年輕 但他就是那天選之人 年初先是拿下全英賽的亞軍 5月份的湯姆斯杯上身為印尼隊第二男單的他 決賽上以2比0擊敗中國的吉星棚 幫助印尼隊拿下該借湯姆斯杯的金杯 接續7月份 印尼公開賽上闖進決賽以2比0擊敗馬來西亞的王友福 纏連了印尼公開賽的冠軍 8月份馬來西亞公開賽的決賽上 擊敗中國的下選擇拿下冠軍 陶菲克迅速的崛起 在雨潭造成一場旋風 大家都還沒意識到這位新星選手的威脅時 陶菲克的世界排名已經衝上世界第三 更被列為雪梨奧運的頭號總子 陶菲克在技巧上的速度快且進攻造勢豐富 而且他的野心還非常強大 在當年一次的訪問時被問到成功對你意味著什麼 陶菲克回答到成功對他來說意義重大 因為那正是他的目標 而他目前的目標就是衝擊奧運冠軍 並期許自己將印尼的名字帶到國際舞台上 從他的年紀、成績、個性上 都可以看得出來他是個對自己極為有自信的一個人 在9月份的雪梨奧運會上 陶菲克並沒能創造出更多驚喜 與八強賽時對上中國的吉星鵬 最終以2比0落敗 而吉星鵬也正是該屆奧運的金牌選手 但奧運的失利並沒有影響到他太多的思緒 很快的在11月份上的亞洲羽球錦標賽上 威尼拿下男單金牌 生涯勝率高達87% 短短不到兩年的時間 陶菲克已經成為所有男單的一大威脅 此外陶菲克的個性也是大家的一大話題 從2000年開始陶菲克與印尼羽邪的衝突不斷 從無當年奧運後陶菲克受不了羽邪的輿路與批評 聯邸公開要求更換當時協會總主席蘇巴吉奧和其他理事 認為前會長蘇巴吉奧是退休將軍 不配當印尼羽毛球協會的會長 同時指責羽邪扣發獎金 羽邪歡迎顏色對陶菲克競賽兩個月 而在一次整頓內部人員名單時陶菲克的恩師 穆利奧被羽邪淘汰 這讓陶菲克奮合自行宣布退出國家隊 更一度考慮轉投新加坡 之後印尼羽邪則要求國際羽連在這個問題上明確表態 否則印尼將抵制該組織的賽事 最後國際羽連委託亞洲羽連進行調解 才讓印尼和新加坡簽署諒解備忘錄 規定陶菲克返回印尼 眼看的事情算是告一段落 但在該年的印尼全國羽球錦標賽上 又傳出陶菲克持拍攻擊觀眾的消息 疑似因為現場球迷不爽陶菲克近期的問題 對著他叫囂 事情最終演變成一群人與陶菲克呼罵後 陶菲克持拍攻擊了一名觀眾 賽後在面對媒體提問可能將面對到訴訟時 陶菲克簡短的回答 如果他真的提起了訴訟 那我已經做好準備了 01年時除了羽以賢的矛盾仍然持續 在當年6月份的市井賽上 陶菲克在準決賽對上葉城灣的決勝局 在7比1的領先時大腿意外拉伤 最終只能退賽 由醫護人員用單價送出賽場 再次的受傷直到隔年的3月份後才完全痊癒 儘管如此 該年能拿下印尼與新加坡公開賽的冠軍 時間來到2002年 陶菲克先後幫助印尼拿下 湯姆斯杯金杯與亞運會男單冠軍 在湯姆斯杯的決賽 陶菲克對上馬來西亞的李傳承 最終幫助印尼拿下湯姆斯杯 也是印尼連續5年的金杯 而當年韓國釜山舉辦的亞運會 在團體賽方面 則是出現不少懸疑的問題 在印尼與韓國的男團決賽上 陶菲克與孫生謀的對決中 陶菲克與教練多次對獻神的判決不滿 再一次陶菲克殺出明顯在界內的殺球 獻神判定為界外 陶菲克一怒之下白賽兩個多小時 最終在更換獻神的條件下 陶菲克才盤回球場 但比賽後續跟爭議不斷 最終韓國隊拿下了干年男團的冠軍 而在03年年初的全英賽上 陶菲克遭遇到了西鄉 與首輪出局 干年以全新養上為主 畢竟明年就是雅典奧運年了 那正是陶菲克追尋的最大目標 也是他最終的夢想 04年年紀來到23歲的陶菲克 為了備戰奧運 特地前往當時在新加坡 擔任教練的恩師穆利奧 請教練幫他做圍棋三個月的訓練 陶菲克先於4月的雅錦賽 打敗索尼拿下冠軍 為奧運做個提前熱身 好讓自己做好完全的準備 來衝擊奧運 很快的來到8月14的雅典奧運 該年第一種子的林丹 與首輪爆人出局 陶菲克則一路過關 先在16強時 擊敗第三種子的黃宗翰 8強擊敗第六種子的彼得蓋德 一路進到決賽 對上韓國的孫生魔 首級孫生魔一度打出7比0的攻勢 但很快的陶菲克找回狀態 利用往前技術和推後場 調動孫生魔 在孫回球不到位的情況下 大力扣殺 最終以15比8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比賽 在孫生魔攀比0領先之後 陶菲克才開始發力 很快的就以7比3領先 此後的比賽完全是陶菲克的個人表現 觸神入化的翻手拍 無往前細膩的手法 陶菲克已經完全掌控住了比賽 在場上肆無忌憚地展現他的技術 孫生魔只能成為一個痛苦的配角 15比7陶菲克拿下第二局 陶菲克僅僅用了44分鐘 就拿到了奧運會分量最重的南丹金牌 拿到冠軍的陶菲克 眼淚止不住地哭得滿臉 他終於達成了他一直以來的夢想 成功站上了奧運冠軍的位置 而在05年的世錦賽上 年僅24歲的陶菲克奠定了他的歷史地位 該場世錦賽 秘密之中也傳達了世代的交替 在南丹四強賽時的對決是 林丹對上蓋德 陶菲克對上李宗伟 羽球四天王的交手 由林丹與陶菲克進行到最終決賽 而兩人的對決裡 陶菲克拿出了絕對的實力 以直落的結果擊敗了林丹 贏得生涯中第一個世錦賽冠軍 同時成為世界雨潭首位集結奧運會 世錦賽與亞運會的大滿貫得主 締造了陶菲克在雨潭的歷史傳奇 而在這個世錦賽後的幾年 蓋德與陶菲克的時代 逐漸淡出舞台 接軌的正是林丹與李宗伟的李林時代 當年獨霸雨潭的陶菲克 占印尼的地位極高 在06年迎娶了名門之女阿咪 在印尼總統與副總統的見證下舉行的婚禮 並拿出100克重金手勢 與4206萬印尼頓作為婚禮拼金 婚禮舉國同慶奢華至極 陶菲克在06年後的影響力下降不少 有人說陶菲克是開始在享受雨球了 也有人說他該拿的都拿到了 在雨潭已經沒有什麼遺憾了 陶菲克最終也在13年宣布退休 他在發布會上表示 要說再見真是太難了 他跟羽毛球結緣已經25年 這其中有他18年的職業生涯 但從今以後他會多花時間來陪伴家人 而退休之後的陶菲克 生活能過得相當精彩 在退休後不久 陶菲克便計劃有意往政治這條路走 甚至許多人都認為陶菲克有機會 是未來印尼總統的日本人選 16到17年期間加入印尼國手黃金計劃 並擔任該項目的副總監 在此期間 最為印尼體壇的傳奇 憑藉著自己的號召力 一直積極地推動青少年體育的發展 然而在今年2月時 陶菲克卻被捲入了一場 高達約2500萬台幣的貪污案當中 印尼前體育部長伊曼被指控貪污200億印尼盾 其中陶菲克被指於18年瑜伽中 將10億印尼盾交給伊曼的私人助理 在5月6日的法庭審理中 陶菲克承認 曾向部長的助理提供了這些錢 但健身自己 對這筆錢的使用一無所知 而面對持續多年的腐敗 曾經想要在政團中 有所作為的陶菲克 如今已經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 甚至有了想要離開的打算 在5月11日的一次採訪中 陶菲克坦言自己 不肯妥協的處事態度 讓他在政團並不怎麼受歡迎 經過這件事後 他決心離開政府 並說到 我放棄了 現在很多人都在等著看我該怎麼收場 昔日的雨仇傳奇 如今卻捲入了貪污風暴 當時收集資料時 看到這些整個嚇了一跳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內容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就按讚訂閱分享起來吧 最後你希望下一支影片 是哪個選手的故事呢 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就下集見 掰 掰掰 by bwd6